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Heavy Family 我們的考車買車三部曲就來到第三部曲 即是考路市 前兩集我們經過筆試買車 買車其實不是一個必須的 不過如果大家好像我們剛剛來到溫哥華的話 就可以省第一年保費的大概一半左右 今集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從香港來到溫哥華考汽車路市 有什麼心得和經歷是怎樣的 大家自從PASS了筆試之後 其實就可以上網預約考路市 我來到溫哥華車路大概一個星期 我就去預約這個筆試 PASS了之後 在一個月多一點左右 就是我的路市 所以我中間這段時間只有一個多月學車 我學了五課後我就去考路市 其實大家預約這個路市的考試場地 不一定要在同一個城市 你可以選擇去Bernaby 可以去溫哥華考都可以 但是我就很方便 我就選擇Witchman Witchman這裡也有兩個考試中心 一個是Camp Center 一個就是Langstern Camp Center的路況會比較簡單 人樓、車樓也會比較少 但是相對上要預約的時間就會比較長 還有難預約一點的 Langstern這邊就會快點預約到 但是路況就會複雜很多 人多、車多 因為Langstern是個很大型的購物中心 外面會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車 一出來可能就會比較混亂 你知道人多、車多 有時候行人就不太修規矩 你會比較容易出事 大家隨便一下 但是我當時想要快 所以我就選了Langstern 但是我當時其實是暑假 旁邊有一間大學KPU 那時還沒有很多學生 人樓相對上還是比較少 現在9月份開學之後 人樓真的複雜到不得了 大家要考慮一下 還有Langstern這個路口出來 很多很複雜的 一出來 譬如你要轉左 你要馬上很多很短時間 你就要轉好線 這些東西 所以是比較難度會高一點 好了 這裡就是Langstern 都是屬於校舍路線 車童也會比較多 但是現在比較右轉 要馬上左轉 你看這些位置很窄 馬上要左轉 但你剛才可以轉最右一條線 所以要不停的門線 如果有車還要鎖 你慢一點 人家不怕人家 就很麻煩 我們現在要左轉 在這些路上 你看追上我的道路 完全看不到有沒有對抬 所以我們要突出去 但是唐太也要直 綠燈了 我們現在要扯出去 不然就看不到 不要扯太遠 有車來的 我們要一直讓 你看到有朋友在走 所以沒有車都不可以衝過去 我們就一直等 等機會 這些車不會讓我們的 它會一直直走 衝出去就聽撞了 好 他側的車左轉 我們不要和它一起進入 因為他會很害怕 有些車轉炒後 是在左邊 我們現在要直走 所以要直接跟左邊 所以這路很短,而且很多人只有一個方向,要不停地改善 看過網上的評價,Richmond的考官會比較嚴重 多一點地獄考官 聽說Bernaby那邊會比較鬆手 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說回我們從香港來到溫哥華 我在香港也有開車,已經開了很多年 你說來到溫哥華是否很容易 聽說很守規則,很容易搞定 那也不是的,因為主要是英式和美式 這裡的交通規則,路面情況等 是有點不同的,一開始都要適應一下 其實我一開始都會害怕,為什麼會害怕呢? 因為整個北美洲,加拿大,美國,以至到墨西哥 他們走的這種交通方式 跟我們平時在香港走的一種英式是不一樣的 英式就很簡單 我們在香港,你要開車 你見到綠燈就走 你走的時候,絕對你跟他走就沒有錯了 不會有人有車跟你爭的 但是美式這裡就有點不同了 你直走,你見到綠燈是沒有問題的 你有這個路權的 這裡什麼都說路權的,沒錯 但是你開車,轉左轉右的時候 綠燈跟行人那一種綠燈紅燈是沒有關係的 對了,你綠燈行人也可以是綠燈的 所以轉彎的時候,好看有沒有行人 單車在你旁邊過的 對了,因為你綠燈的時候 如果都是綠燈,你要先讓它 所以我們每次轉彎前 都要看任何行人會過馬路 對了,有沒有動物會出來 剛剛說到,直路比較簡單 轉彎比較複雜 我想這個設計,北美道路這個人 他應該很喜歡轉右的 因為溫哥華這裡 你轉右的時候 綠燈固然可以轉 紅燈也可以轉 紅燈只要大家停一停 當一個Stop sign就可以轉 現在轉右 你看到紅燈的燈是閃一下閃一下 其實是綠燈來的 是不是紅燈 這裡綠燈轉紅燈之後閃一下閃一下 是這樣的 它不是變成綠燈事物事物 它變成紅燈事物 所以我覺得比較奇怪 不過轉右也不是所有紅燈可以轉右 有些繁忙路口 是紅燈不可以轉右的 所以大家又不可以習慣收拾 紅燈我停一停照去 你也要看一看前面有個路牌 寫著紅燈的時候 有些地方是不給轉右的 但是轉左就麻煩了 因為紅燈固然不可以轉左 但是綠燈也不可以轉左 因為綠燈轉左的時候 你要看對面有沒有車是直行的 也要看左邊的行人路有沒有有行人的 因為很多時間就是你想轉左 但是左邊有人跑過馬路 那你就不能轉左了 有車直行的力量也不可以轉左 你要等它直行過了 因為它們有直行是有優先權的 所以你就要等沒有行人 沒有直行的車才可以過 如果保持有車過 如果綠燈基本上是不可以轉左 要入到十字路口的格子之後 然後等車過了 你要轉成黃燈 黃燈的話你就可以衝出去 你就有路權了 因為你要先入到格子 這個是很多香港人來的人習慣的地方 轉左是非常之麻煩的 在這裡 而且它也有很多比香港更複雜的路況 還有一些交通規則 大家需要習慣一下 就是這盞了 沒有轉左燈 我們叫綠色 閃一下閃一下 那你可以 那要轉左轉 因為你不轉左轉 好像現在變黃燈 你就會變回普通的綠燈 那就要等了 那就進這個格子裡等 對面的巴士也是這樣 你也進來等了 現在我們完全巴士擋著 我們完全看不到 我們完全看不到 因為它衝過來是很快的 通常炒大鑊就是現在炒 它現在擋著我們 我們千萬不要走 人家也會撥你 後面的車就撥我了 但我看不到 所以溫哥華這裡的人 很樂意撥你 你反應慢一點 它真的撥死你 因為它在後面看到 我們在前面 是絕對看不到任何車的 大家千萬不要撥 教練也是這樣教 因為撥到的是你 不是他 它後面當然是撥你 想你快點走 所以溫哥華的人 其實不是溫哥華 我當然是住在Richmond Richmond Richmond這裡的人 是不是很禮陽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有時候比香港更差 這裡的人真的很喜歡撥你 不是紅燈 你不走就撥你 是你走不到 他也撥你 你讓路人也撥你 當然好司機也很多 好像我們這些 但這裡壞司機也不少 耐性沒什麼 這裡 你轉右燈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人 千萬不要停 如果沒有人的話 當然 行人是有優先權的 是紅燈都可以走出來 你要小心 它會不會突然間 不小心 走出來 你也要養掉它 例如有什麼玩法 我們在香港沒有的 例如在小區裡面 如果你要左轉的話 有條叫中央左轉線 你不要看到是實線 你就不敢轉進去 這個就是中央左轉算了 如果我們要在這裡轉 我們要現在轉進去 大家要小心這條實線 不要不敢轉 有人要讓它過 好 沒問題 可以進去 中央左轉線 大家最不習慣的地方 就是要實線轉進去 但也要小心 對面線都會一起用這條中央左轉線 所以你可以有對頭車 大家要小心 大家走一走 不要太早轉進去 也不能太遲轉進去 而且有些區域 例如校區 這些地方是抓得非常非常容易 我們校區如果是一個上學時間 星期一至五 八至五點 你限速是三十公里 你三十一公里都死 這些考官是抓得非常嚴 你在校區裡面就要小心 慢慢駕駛 遇到人可以更加慢 慢到可能十公里 幾公里都沒問題 因為小朋友可能你不知道 突然間會衝出來 或者寵物衝出來 你遇到人 是可以非常非常慢去走 但是如果你一出了校區 但是你見不到出校區那個牌 你要看他倒轉那個牌 一個屋仔的牌 你一出去了你就要加速 例如在合理情況下 讓校官知道你 我知道我出了校區 如果不加速又扣分 所以是這些很多細微的位置 你要留意 但是我想大家慢慢習慣 應該就可以了 而且呢 還有在香港我們駕駛考試 你可以平時見到那些學神去考車 他可以龜速走的 走十幾二十公里 如果在溫哥華這裡 你考試駕駛十幾二十公里 你也是會失敗的 因為正常這裡 平時市區路面 安全合力的情況下 你也是要開到接近五十公里 你開五十一二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低於四十公里 那你就會被扣分了 扣得多都是會失敗的 所以對那些剛剛心排仔學 開車的人 不敢開太快的那些 他的壓力就會非常之大 那接下來就講一下 我們考路試整個流程是怎樣 大家考完筆試之後 就要上網預約你的路試 就要回答那條安全問題 這個安全問題我都可以講一講 因為他那時候會叫你 設定一個保安的問題 那我最初預約 我預約的都預約不到 但我試了很久 我試了十幾次 因為沒有可能錯 我電郵那些 然後我就想起一個問題 因為我的姓是Liu 我媽媽的姓是Lui 我就想職業會不會搞錯了 他把我的保安問題 那個答案混亂了 因為他問我媽媽的姓氏 他問我媽媽的姓氏 那時候我回答自己的姓氏 誰知真的可以 蛤 所以這個佈路試這個過程 我都一波三折 那在溫哥華這裡 跟我們考路試的公司 其實就是ICBC 是政府指定的車保保險公司 所以如果他覺得你的駕駛技術 態度未夠 他很樂意去fail你 對 不會讓你這麼容易一take pass 那大家預約好之後 就帶齊你的文件 你有黃紙的 帶上黃紙去 香港的TD320 你的passport 這些證明文件都帶齊去 那你就可以跟回預約時間去 提早一點點都沒問題 今天就來到Richmond 曼斯坦這個考試中心 剛剛拍下了那車 希望我一take pass 對了 大家看到我來到第二天 就知道我第一次是炒了 哈哈哈哈 現在是我第二次 兩個星期之後的第二次Voltester 今天因為呢 因為要趕著兩個星期 那我報告時間是 今天評價星期二的下午兩點半 你看 這個Langstern 這裡的車多到 跟上次比 今次的行人和車會多很多 希望今天好運氣 就不會有些突發情況 希望今次順利 然後把Voltester 我現在進去跑車 這次真的 那大家來到 就可以把車牌 在ICBC指令泊車位 然後就可以進去 就在Langstern這個商場裡 去到你跟職員說回 你考試的時間 姓名 回答保安問題 那你就可以去考試的了 除了帶這些文件 之外大家還要回答你 那天考車的車牌號碼 如果大家的車不是自己 或者新買回來 就最好拍張照 那不然到時候問你 你就口啞啞 要出去再提一次 就不太好 那等一會之後 即便會叫名給你的 所以千萬不要帶著耳機 去聽歌 那我們考這個路士 那理論上 你是不需要在本地上課 上這些駕駛課都可以的 你回答到他的要求就可以了 那如果大家都像我們 從香港來到 郡哥華 或者加拿大 我強烈建議 都是大家跟本地的駕駛教練 學一學 因為規則跟香港 真的幾不同 還有提醒大家 那天會拍你車牌的照片 在車牌上面那張照片 那大家如果想你 那張照片漂亮一點點 那天可以撿正一點點 不要去到臨時才說 原來要拍照嗎 我沒有化妝 沒有整個頭 或者樣子比較好 那你車牌上面的樣子就是這樣 那剛才說到 那考官出來 你會叫你的姓 那你搭到他之後 那考官就會跟你說 他會有什麼規矩 對啦 你要跟他的指示去做 然後就會一起去拿車 那一開始他會叫你 他序駕車去 調低車窗 聽他的指示 因為他還沒上車 那就會叫你 譬如 開著車頭燈 踩煞車燈 給左轉左的訊號 給右的訊號 然後開個水撥 按喇叭響一響 然後開車頭燈 開遠光燈 還有那個緊急訊號燈 開車四面的燈 檢查一下你的燈 有沒有問題 然後還會叫你 弄個手臂 或者腳臂 或者如果電車的話 好像我們Tesla 那樣 你要踩熟駕駛 再按住泊車鍵 總之要完全停定的位置 還有呢 還會叫你用手勢來展示 而你怎樣轉左轉右 和停車的 那譬如 轉左呢 我們就要伸手出個車道 伸直 手不要反過來 說要這樣 那轉右呢 就要這樣了 轉左呢 就要這樣了 手掌也不會向上 對了 那轉右就這樣 要停下來 然後手掌就向下 那什麼手呢 就不要今次要見到手掌了 就要這樣了 那我想這些大家學車的時候 你都會知道的了 那搞定了一切沒有問題之後呢 那那個考官就會跟你一起上車 那指示你開車的了 那開車之前 那教練應該跟你說啦 你要環繞一部車 從最左邊後面的窗 往到最右邊後面的窗 然後再做一次show the track 那你才可以出車的 那出車之前 你要向左 還是向右 給燈才可以做 那在路上 一路就聽著考官的指示 他叫你向前就向前 前面轉左 你就要提早打燈 做soda track那些 soda track這裏呢 都是要很重要的 你真的要做足的 那你真的要轉去後面 看一看車 右後面那個位 或者左後面那個位 確保你的盲點沒有 但是你也不可以做得太盲 做完之後就要停一停 才可以扭軚 你不可以做soda track的時候 就轉左轉右 這個是很多新手法的錯誤來的 因為你做soda track 你就轉左 那你看不到前面的 或者轉右 那你很危險的 那在考試的中間呢 可能考官還會叫你 拍車的 power parking 然後還會考你停車 是uphill還是downhill 那在uphill之後 你停車 你就左上右下 如果是uphill的話 你的軚盆就會拿到最左 如果是downhill的話 你就拿到最右 然後可能還會叫你開門 開門之前 你也要做soda track 確保你的左方後面是沒有車 而且一開門的時候 不會一直開小 一小小 然後再打開門 一般這個情況下 你做適合考官 都叫你關門 然後你再開車 都是要做soda track 做左邊的soda track 然後再出去 這樣 那中間還可能 經過一些香港沒有的 譬如那些4-way stop 3-way stop 那些大家 哪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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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牌 那你見到停牌 一定要停 是啊 那你如果轉右 是綠燈的 你停了 那就扣分 很多這些扣分位 那建議大家 如果有些必死的位 即是一危險動作 一錯錯就fail 那些可以避開它 用扣分位來代替 對了 那其實第一次我肥什麼呢 我就是肥這個 中央左轉線 我突然間 忘記了中央左轉 那我考試的時候 因為不是學了很多課 忘記了中央左轉線 要先進去 譬如像香港那樣 你見到一條黃色的實線 你一定不敢切進去 是不是 那我沒有切進去 但是那時候 已經到了轉左的位 那我建議大家 如果像我那樣 後來才想起的話 你就建議你 不要硬切過去 因為你不在中央左轉 就必死的 大家想起 你不過 直接當你錯過路口的指示 那就是扣分而已 還有在駕駛考試期間 考官去到一些比較安全的位置 就會考你一些問題 就是那個危險感知 就是Hazard Perception 那你就要即場回答 你在路面上 可以看到一些可能會出現的危險 那大家可以看回這些列列 就是這裡 你可以一直說 譬如有車 有行人 有車隨時出來 有對頭車 有前面的車 有後面的車 有路騰 如果下雨就下雨 有太陽就有太陽 有樹蔭 一大堆東西 你要一路回答 回答到一個考官 他說OK為止 但是我上網看過 有些人英文可能不太好 他就是搭Cars People Tree 他就是補這三樣東西 他們說其實都OK 那最後 考完你一大堆東西 就會拿回去考場 那裏 有一個back-in parking 大家 在back-in parking的時候 記得都要做一個360度的track 從左邊 開始掃到右邊 然後給好指示燈 然後慢慢移進去 那一路移動 大家只要看著 左右的側鏡 還有後面 你要看著後面來拍的 一路看著後面 這樣移動 到你拿著車之後 你基本上 就只可以看著後面 偶爾 當然可以收一下前面 而有些新式的車 可能有到後的視像 那你就可以看著 但是你不可以看著它 你看著它來拍 都是肥的 那最後拍好車之後 那大家停下 然後做好一個parking mode 或者拉了一個handbook 那教練就會說OK的了 那它就會跟你說回 剛才有什麼錯誤發生 你有什麼做得好的地方 就會跟你說回 究竟你是pass了 還是fail的了 那如果大家好像我這樣 第一次fail了 那其實我即晚 我就有約約兩個星期之後 那大家可能會見到 譬如我們像Bitchman這裡 是非常之富的 Camp Center基本上 是要去到一個多兩個月後才有 但是大家可以在每晚的12點之後 就去試一下在網站上 看看有沒有位 我那時候很幸運 第一天晚上過12點之後 就在Langstown這邊 訂到一個下午2點的時間 這個是最地獄的時間 那些人說是最繁忙 每個人都來買菜 逛街的時間 最好就是早上 大家上班上學 譬如9點多10點 那段時間是最好的 那段時間車流人流都是最少的 那沒辦法了 因為我第二次考 因為急著要輛車可以代步 我就地獄時間都照效 地獄場都照效 那幸運第二次就pass了 Yeah 剛才考車 考了20分鐘左右 現在的規定是半個小時來 這次終於pass了 這次的路線沒有上次那麼複雜 但也不是說第一次這樣就好 因為第一次跟正了一些小錯 那第二次呢 這次路線就pass了 那現在心情還要去皮複 終於效到車牌了 那你pass了之後 他就會給你一張臨時的 呼拉神尼一張紙 那你駕駛的時候 就要帶著這張紙 或者你放在車上 那兩個禮拜後 你就會收到一張正式的車牌 就是這張了 那收到一張正式牌之後呢 我覺得最好是什麼 最好就是不用再帶著一張passport 一天帶著一張passport 真的很不方便 有張車牌就方便很多 那雖然說兩個星期 但其實我是過幾月後才收到的 這個就是加拿大速度 那一連三集的 考車買車三部曲就是這樣 希望可以幫到 由外地來到溫哥華 準備考車買車的各位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這些 加拿大資訊分享系列的呢 可以like share留言 還有訂閱我們頻道 就是這四樣東西 大家可以按下鈴鈴 我們有什麼新片呢 你們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